还有一位叫乌建巴尊者 有一天他朝圣到印度的菩提盖亚 在正洁塔那边修行 然后他正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见到印度人最喜欢的叫 橡笔财神 各位看到一只橡 印度人最喜欢喂他牛奶 泰国人也很喜欢 但是那时候在印度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不是光用牛奶 还要杀羊 不是血给他 听说这个橡笔财神 还会把他吃走 布施下去他就会吸掉了 所以很灵验 到现在很多人在拜 所以这个乌建巴尊者 在菩提盖 在那边静坐的时候 橡笔财神现前 一现前的时候 他就跟这个乌建巴尊者说 你只要在这边再修三年 你可以得到所有法界三分之一的 一切一切你都可以拥有 你会成为全世界 不是光世界 是法界的三分之一 一切乌建巴都拥有 你只要在这边 修三年就可以了 结果五建巴尊者跟这个 向财神说 我也不为这个才修行的 再来我也不需要听你的 你叫我供养你 那更不应该 你向财神 吃肉喝血 我也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今天现前 那最好 你赶快用你的力量 去帮助更穷的人吧 需要帮助的人 我 我什么时候走 那是我自己自由 所以各位 甘巴巴讲这个故事 是一个修行者 这样子的超越一切 一般人刚才说 看着财神 欢喜到要死 但是橡皮财神明明在 也因为五建巴尊者这样讲 这个橡皮财神更尊敬他 法院护他的法 这变成无条件的了 护他的法 所以 你越不需要 这些护法神越来帮助你